在华联市与美国华盛顿州贝尔维优市缔结姐妹市40周年之际 华联市公所组成访问团前进进行国际交流 但因为出访前三拓台风逼记 市长为家宴信息市民安全 因此决定留守华联 访问团由建设客徐国成带领原赴美国进行城市交流 华联市访问团受到贝尔维优市的市政府热情迎接 双方回顾了过去两次之间的交流以及合作 并有共识的期待在更多领域展开实质合作 共同迎接下一个40年 由建设客长徐国成带领的花联市国际城市交流访问团 受到贝尔维优市政府热情欢迎 包括副市长马拉库田 议员兼前任市长李康拉德 城市副经理内森麦康蒙 驻西雅图办事处处长曾国清 还有姐妹市协会的黄邦雄博士格雷格会长 以及慈祭基金会西雅图分会的成员都到场 参加这一个交流仪式 那很高兴我们花联市公所访问团 这一次来到那个华盛顿州的Bellview进行访问 那Bellview跟花联市公所在1984年 缔结为姐妹市至今也超过了40年 那近年由于那个疫情以及花联0403地震 我们两个姐妹市之间互相就是协助关怀 更是让这一份友情特别显得可贵 那我们知道Bellview它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那还有许多科技产业都在这里 就是设立总部 那还有我们在这一次的访问也了解到 我们华人在这里的影响力非常的深远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进行非常深度的交流 那由于市长魏家彦原本非常期待这一次的访问 但是由于墙台来袭 所以他就是留守在市公所进行防灾准备 那由我们访问团来进行访问 我们会将这一次的访问心得带回花联 做施政的参考 贝尔维夫市副市长马拉库田表示 40年来的姐妹情谊坚定不变非常融洽 透过双边城市交流深厚了解 彼此文化经济领域也相互学习 有机会他也要前往台湾来体验花莲美丽的文化 那个副市长表示他非常非常希望可以到台湾 然后下次到台湾他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的 这个情人带 然后那个就是跟花莲这个情人一起就是旅游 那当然他去之前还会把这本书就研读 然后请了我们的Council Member Conrad来帮他翻译 然后他还更了解这边的文化 然后去那个当地实地体验 那他当然说这是两个城市都非常的蓬勃 然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都非常的深入 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互相帮忙 就像之前花莲2019年的时候 就是帮助了Belview市非常多 他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次双边城市的交流 然后来探寻如何帮助花莲 朱西雅图办事处处处长曾国欽他全程陪同 也强调城市间的交流更可以让台湾在国际间被看见 其实花莲跟我们的Belview 这个贝尔优势已经是当解面市已经超过40年了 那特别在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花莲也透过我们此际 充分展现我们台湾人的爱跟友谊 那现在Belview在我任内 我发现到现在真的是一个越来越蓬勃 但是很多高科技都住在这边 我相信将来两边透过双方城市的交流 一定让彼此都能有更好的一个市政发展 所以真的是非常高兴欢迎我们的花莲市的一个代表团来访问 结束茶会之后仪式到户外广场 姐妹市协会还安排了舞师表演 非常热情 同时还有十年前花莲市制政的石狮子 象征两地情谊坚若磐石 此期基金会西雅图分会的成员也带来首语歌 欢迎来自家乡的朋友 场面温馨又融洽 晚间贝尔维尤市也安排了交流晚宴 正式的餐会场合 彼此交谈共餐 还欣赏了贝尔维尤市的城市介绍影片 并且交换纪念品 姐妹市协会也期许未来能够和花莲市有更多的往来交流 非常荣幸和花莲市有40年的来往 那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合作 然后互相就是可以交流 然后花莲市那边的代表团和这边的代表团有更多的互动 而且一直以来也有一些学生过来这边留学和互相交换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的交换学生 对 这个是应该的 我们跟花莲市包里有城市 有差不多41年的姊妹关系 有一城市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尤其姊妹城市是人群 people to people connection 政府一个组织上面 他的交流是很多误会 很多不了解 但是最容易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老百姓 来大家联络沟通 互相有感情 做事情没有感情的话 什么都做不出来的 贝尔维尤市作为全球多个大型科技公司的总部 这次参访行程还包括了参观当地的文化设施 科技产业和教育机构 同时还前往雷德蒙市参观 微软游客中心和园区 让花莲市政团队进一步了解 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魅力 还有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 期望透过推广及经贸合作 能够进一步深化两世之间的互信与友好 谢队惠 下图报道